米兰圈具意大利媒体《独林体育报》报道称,莱昂纳多在重返米兰之后,通过自己的一系列操作重新赢得了米兰球迷们的信任与尊重。 在今年夏天,当米兰球迷得知莱昂纳多要重返米兰任职时,不少米兰球迷都感到非常愤怒,他们不但是莱昂纳多为叛徒,甚至还发表声明拒绝莱昂纳多的回归。 然而在莱昂纳多回归后的一个月,一切都发生了改变,在莱昂纳多回归米兰担任技术总监后,他为俱乐部带来了诸如伊花音、塔尔达拉以及巴卡越和等重量级演员,最重要的,他带回了米兰的DNA。 在莱昂纳多的劝说下,老会长马尔地尼已经重返米兰,而塔塔和艾比亚地也将在他的召唤下,再次回到红黑军团,对米兰球迷来说,如今他们已经彻底放下了对莱昂纳多的呈现,并且忘记了莱昂纳多在国际米兰的那段插曲,现在不管是俱乐部还是球迷们,都对这名俱乐部的民宿是非信任。